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顿感力》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著名作家杜边淳一 很多人提起杜边淳一都会首先想到它的代表作《施乐园》 紧接着就想,怎么文学大师也会写这种工具方法类的作品吗? 这是当然,不要以为杜边淳一只会风花雪月 人家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 理性起来也是有条不紊 所以,通过这本《顿感力》 我们也可以了解杜边淳一不为人知的理性一面 杜边淳一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 是一位医学博士,而且还是一位整容博士 她在母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多年 后来因为手术问题和医院发生矛盾 一怒之下,气一从文 开始了她的笔庚之路 没想到借此屏不清云,拿奖拿到手软 杜边淳一先后获得了第六十三届植木文学奖 第十四届吉川英志文学奖 日本出版大奖,局持宽奖 日本1997年流行与大奖 尤其是她的作品《石乐园》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 还有日本媒体称她是现代男人的代言人 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全才是如何修炼的呢 这本顿感力会告诉你 工作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两种人 第一种在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 事业蒸蒸日上 而另一种人则昙花一现 刚开始有一点成绩 最后却渐渐消失在了团队里 作者杜边淳一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杜边淳一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 当整型外科医生时遇到的 日本医院习惯按资排备 而且前辈总喜欢训斥晚备 比如你怎么这么慢 手脚麻利点 快点拿牢靠些 你眼睛往哪看呢 尽管这些训斥在医院里都习以为常 大家都会有所准备 但自己真正遇到了心里还是不舒服 杜边淳一当时只是排在第三四位的助手 被前辈骂的机会比较少 但心里还是有点不适应 排在第一位的那位助手 估计一定会崩溃吧 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排在第一位的助手 我们叫他S医生吧 每次前辈骂他 他都会回答 是 是 神态自若 语气坦然 刚开始作者还感觉他很可怜 但后来发现 他自己从来不把这事当回事 一旦手术结束后 他就把前辈的指责忘得一干二净 舒舒服服泡澡 喝酒 和同事谈笑风生 后来他成了医疗部最出色的医生 而另一个人相对就比较可怜了 他也就是我提到的第二种人 杜边淳一认识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 我们称他为欧先生 欧先生出道不久 虽然作品不错 但难以被编辑赏识 需要毛遂自荐 并且按照编辑要求反复修改 更惨一点还会被退稿 这是每一位作家 刚开始必须经历的过程 虽然艰难 但一想到自己还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便咬紧牙关重振旗鼓 但是这位欧先生 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弱 经历了几次退稿打击后 他极其敏感的内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对编辑的来电也爱理不理 最后渐渐消失在了文坛 通过这两个故事 你能想到什么呢 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不怕困难 笑对挫折 这些话我们听到很多了 这不是渡边唇一想要告诉我们的 对比S医生和O先生 我们会发现 他们一个对外界的打击 反应平平 甚至不在意 像个马大哈 而另一个对挫折十分敏感 稍微遇到一点困难 就会被伤的 遍体鳞伤 他们之间的区别 不仅仅是能不能面对挫折 而是他们对挫折的反应 是否迟钝 迟钝的人 面对挫折反应不灵敏 也就不会把挫折放在心上 反之 则会对挫折耿耿于怀 这就是渡边唇一要告诉我们的 想要成为事业上的常青藤 你需要点愚钝的能力 它叫做顿感力 顿感力简单来讲 就是迟钝的能力 初听这个词 似乎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迟钝总是和愚笨 这样的贬义词联系 如果有人说我们是迟钝的人 估计立刻会火冒三丈 但在渡边唇一眼中 迟钝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我们把迟钝这个词的理解范围 稍稍扩大 会发现迟钝并不像 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打个比方 夏天蚊子特别多 人时常会被蚊子叮咬 小A比较敏感 看到蚊子慌忙拍打 被叮到的地方非常痒 于是开始不停地抓挠 很快痒的地方开始变得红肿 但是小A仍不停手 接着皮肤就会变得溃烂 转成湿疹 小B则相对迟钝一点 她看到蚊子只是将它轰走 被蚊子叮的地方 痒的感觉也比较少 一脸不在乎的表情 虽然小B比小A迟钝 但是小B迟钝 让自己免于皮肤感染 而小A则深受其害 可见适当的迟钝 可以保护我们 你也许会说了 被蚊子叮了也不痒 它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啊 渡边唇医的意图 不是让我们纠结小B 为什么不怕蚊子叮 而是要让我们知道 对某些是迟钝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那么顿感力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首先是健康上 刚刚我们讲了 小A和小B的故事 顿感力帮助小B 避免了身体的伤害 不仅如此 有顿感力的人 往往心胸宽阔 不会斤斤计较 这有利于她的身体 更为健康 反之 如果一个人 对任何风吹草动 都极为敏感 遇失总是耿耿于怀 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 她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恐惧 愤怒 这些情绪 会增加身体的紧张感 诱发疾病 有研究发现 长期情绪不好 会使疫癌基因失去活力 再加上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健康 激活致癌基因的因素比较多 癌症很容易就爆发了 所以说 顿感力跟我们的生命健康 息息相关 不仅在健康上 工作中顿感力 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顿感力的人 往往有一种厚脸皮的精神 这使他们 不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干扰 在一家公司 A员工一直是个 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员 但是在一次工作中 他无意出了一个小差错 正赶上 那天领导心情不好 结果把他臭骂一顿 很多同事都为员工A 捏了一把汗 担心他情绪低落 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但没想到 他就跟没事人似的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丝毫不受影响 反之 B员工遇到同样的情况 不停地琢磨这件事 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结果因为这一件事 影响了后面所有的工作 领导更加生气 再次批评了他 而他则更加痛苦 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说 有顿感力 可以帮助我们 不受负面情绪干扰 更好的工作 迟钝不是坏事 适当的时间 它会成为我们的助力器 也许在不经意的某一刻 迟钝就是你的力量 上一节我们讲了 顿感力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风险 那么顿感力 对我们还有什么帮助呢 前几天读《红楼梦》 我心血来潮 问了朋友一个问题 如果你穿越到大观园 你想成为谁呢 朋友毫不犹豫地回答我 史湘芸 原因很简单 史湘芸大大咧咧 活泼开朗 身体健康 而主角林妹妹太敏感了 整天哭哭啼啼 最后本就病泱泱的身体 也拖垮了 可见 有时候太敏感 也不是件好事 迟钝一点 反而让人心情舒畅 身体健康 我们都知道 保持好心情 才会有好身体 那么如果从医学角度分析 顿感力 是如何保护我们身体的呢 这要从自律神经说起 自律神经 是指控制血管收缩 或扩张的神经 当我们精神紧张 焦虑惊恐时 自律神经 就会控制血管 使其收缩 我们可以把血管 想象成公园里 浇花用的浇皮水管 我们掐住其中一部分 水就会被堵塞 同样的道理 血管收缩 血液也会被聚集在一起 时间久了 血液不通畅 杂质就会堆积 使血液变得浑浊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反之 心情舒畅 自律神经 就会使血管舒张 血液通畅 我们也就会 越来越健康 而一个人的心情 与顿感力 有密切的联系 有顿感力的人 对外界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情绪不受影响 血管收缩的次数 比较少 而缺乏顿感力的人 则事事较真 情绪波动大 血管时缩时阔 身体状况 也跟着忽好忽坏 最后可能造成 永久性的身体技能受损 我们已经知道 血管的收放 与顿感力有关 可你信不信 能不能喝醉 跟顿感力也有关系 这要从醉酒的原理说起 人之所以会喝醉 是因为肠胃通过血管 吸收了大量酒精 反之 如果肠胃少吸收酒精 那么人就不容易喝醉了 刚刚我们讲过 顿感力影响着血管收放 当一个人顿感力弱 精神紧张 就会导致血管收缩 那么血管表面积就会减少 酒精也就吸收得少 反之则血管扩张 血管表面积增加 酒精吸收得多 所以有顿感力的人 很容易成为一喝醉的 那一部分人 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疾病中 肯定少不了胃病 其中胃溃疡 就是胃病一种较为严重的 表现形式 很多人以为胃溃疡 跟暴饮暴食 饮酒过度有关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人曾用小白鼠做过实验 把小白鼠放在阴暗寒冷的地方 不停用木棍敲打它们 让老鼠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随着实验不断继续 科学家发现 老鼠的消化器官 竟然开始出现溃疡 这一实验证明 胃溃疡不仅仅和 不健康饮食有关 跟人的精神状态 也有关系 而缺乏顿感力的人 往往就是精神压力极大的 那一部分人群 可见 想要健康 单单枸杞泡水 已经不够了 还需要些顿感力 如果我问 当今什么最珍贵 大宝石 名牌包 不不不 这些上有价格可以定位 但有一种东西 恐怕是你有多少钱 都买不来的 那就是睡眠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27%的人 存在睡眠问题 即每四个人当中 至少有一人睡不好 中国人平均睡眠 时长为6.5小时 夜里要醒1.8次 但实际上 还有很多年轻人 睡眠根本不到6小时 拥有一个好睡眠 真的越来越难 不过 即使好的睡眠如此稀有 也依旧有人 可以安枕入眠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渡边淳一说 这依旧离不开顿感力 而且良好的睡眠能力 还是顿感力的核心代表 被称为睡眠能力 其实睡眠并不单单只睡觉 而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睡眠 还有一部分是起床 能一入睡 起床快的人 才能称之为 拥有睡眠能力的人 可惜 大多数人入睡都很难 起床快 真是想都不要想 往往有以下特点的人 睡眠能力都不太强 分别是神经质 抑郁 敏感 反之 则是拥有一定睡眠能力的人 但我们该如何拥有这种能力呢 渡边淳一 思索了很久 最终她发现了答案 不去考虑那些无聊的 或没有结果的事情 这与顿感力亦去同工 当你对外界的感觉 稍微迟钝后 你就不会再去思考一些 无关痛痒的事情了 此时 你的睡眠就可以回来了 可能有的朋友要说了 让自己迟钝一点 谈何容易 我可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能脑补出一个阴谋故事的人呢 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不去考虑那些 无聊的或没有结果的事情呢 这就需要你给自己心理暗示了 比如男朋友没回你微信 告诉自己 不要用宝贵的睡眠时间 去琢磨她是不是不爱你了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 与其想这些没结果的事 不如去睡觉 再比如 你看了一篇淡水资源宝贵的科普文章 于是你就开始担心了 现在淡水这么稀少 我以后喝不到怎么办 于是 用一晚上琢磨 水危机爆发 你该怎么生活 这是你需要提醒自己 防患于未然没有错 但是浪费宝贵的睡眠时间 就是你的错了 顿感力 能让我们增强抵抗力吗 当然呢 我先讲一个 渡边淳衣亲身经历的故事 渡边淳衣和友人打算去度假 住进旅店后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大家吃了旅店的日式料理 竟然纷纷食物中毒 原来是旅店的食材不太新鲜 老板也吓坏了 连忙道歉 并许诺 免除一切费用 渡边淳衣和友人 看老板诚恳的样子 又愿意免除住宿费 想了想便答应了 因为食物中毒的原因 大家纷纷回屋休息 只有一个人例外 我们暂且把它称作小A 小A找到渡边淳衣 心事重重地问道 我想请教您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没拉肚子呢 渡边淳衣看到小A 一脸疑惑的样子 不禁说道 晚饭中确实有食物不新鲜 但是你吃了却毫无影响 这是好事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才能啊 据他推测 小A抵抗力这么强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吃了不少杂菌 日本最初的卫生状况 并不乐观 小孩子对一个东西 能不能吃并不敏感 会无意吞食一些 不卫生的东西 这些东西增加了肠胃杂菌 提高了人们 对外来细菌的抵抗力 或许正是小A的身体 对细菌的迟钝 让他抵御了 食物中毒的危险 为了身体健康 人们四处寻找养生秘籍 吃保健食品 殊不知 其实只要具备 顿感力 很多问题 同样可以迎刃而解 拥抱顿感力 就是拥抱健康 上一节我们讲了 顿感力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什么帮助 其实 在所有疾病中 有一种疾病 是往往最令人 闻风丧胆的 它就是癌症 那么顿感力 对癌症 有什么影响呢 提起癌症 我们并不陌生 癌症被称为 世界最难治愈的疾病之一 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 并且不幸是恶性肿瘤的话 基本相当于 被宣判了死刑 很多名人 都是因为癌症而离世 比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为了对抗癌症 曾召集了肿瘤学家 营养学家 肝脏病学家 等不同领域的专家 组成小组 对他进行治疗 但结果 并不尽如人意 除此之外 还有香港上世纪的 乐坛一姐 梅艳芳 世界著名的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帕瓦罗蒂 87版《红楼梦》 林黛玉的扮演者 陈小旭 还有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李勇等等 作为人类生命健康的 头号杀手 癌症是如何侵占了 我们的身体呢 杜边淳一认为 首先是抽烟 还有摄入大量盐分 和致癌物质 再就是吸收汽车尾气 除此之外 还有一项原因 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是自律神经 之前我们讲过 自律神经跟血管收缩 和扩张有关 那么它是如何影响了癌症呢 自律神经是保持身心平衡关系的重要神经 它不但可以控制血管 还对人体的其他器官产生影响 我们来看一看自律神经到底能管多少器官 自律神经可以支配心脏 肠胃 子宫 膀 膀 内分泌腺 汗腺 唾液腺 胰脏 等不下十种的人体器官 可以想象 自律神经一旦失常 我们体内有多少器官会发生紊乱 在这种情况下 人体不出什么问题 才奇怪呢 人的心情变化 对自律神经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比如说 当你遇到一件令你十分痛苦的事情 你会心跳加速 甚至会感到肠胃不适 恶心难受 再比如你在面试 或上台演讲时会紧张 两手会不由自主地出汗等等 这些都是自律神经对我们的影响 严重的情况下 就会演变成癌症 根据刚刚的研究 我们会发现 如果人的身心都处于安定状态 就可以相对减少患病的几率 反之风险可能就会增大 有研究显示 如果我们将同为70岁的癌症患者 和正常人进行比较的话 癌症患者往往都是一些性格敏感 过分在乎一些琐碎事情的人 而健康的老年人 则普遍阳光 乐观 看着更眉心眉肺一些 不过患癌 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于性格 渡边淳一也提到 遗传也可能是造成癌症的原因之一 虽然遗传学上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生活中的确存在异患癌家庭 癌症就像一个魔鬼的诅咒 在家庭中不断延续下去 为什么会有异患癌家庭呢 如果我们深究下去 其实这还是和性格有关 我们假设 如果有一个家庭的父母 属于那种十分神经质的类型 他们的子女很有可能受其影响 也是神经质类型 恰巧这种性格是异患癌性格 如果父母很不幸患上了癌症 那么其子女患上癌症的可能性 也就随之增加了 根据这种假设 我们也可以反向推测 也许那些具备顿感力的家庭 将这种能力一代代传承下去 生活上不糟心了 患病几率也会相对降低 拥有顿感力的父母 一般不太介意琐碎小事 落落大方的父母 也可以培养出落落大方的孩子 家庭患病率自然就会降低 杜边淳一认为 不易患癌症的基础 正是拥有顿感力 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顿感力 不拘小节 悠闲自在地生活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 就可以达到预防癌症的目的 既然顿感力如此重要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顿感力 跟癌症say no呢 我们知道癌症跟自律神经有关 你越紧张 自律神经就越脆弱 不过分刺激自律神经 是防止癌症产生的基本条件 所以要预防癌症 首先就要保持自律神经的平稳 使我们的神经迟钝而坚强 而这就需要我们拥有顿感力 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不会因为一些琐碎小事 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拥有顿感力的人 会自动屏蔽外界 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这种人总是处于一定程度的安定状态 在应对各种事情的过程中 不会使自律神经变得紧张 或反应过度 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 一位在癌症中心工作的护士 曾对杜边淳一说 同是癌症患者 性格开朗乐观 态度积极 战胜病魔欲望强的患者 癌症治愈率相对就高 相反 一些胆小的 认为自己没救了的患者 由于气馁 所以情绪十分低落 越是那样 治愈率就越低 在杜边淳一的 从医过程中 就见到这样一位癌症患者 我们称他为A先生吧 A先生六十岁时 不幸得了肝癌 家人得知这件事后 都不敢告诉他 担心他会因此崩溃 但万万没想到 此事竟然激起了 他的抗争之心 他心想 什么呀 混蛋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 他这种绝不清言妥协的心态 给肝癌治疗 带来了很大帮助 他的健康复原情况 让他的主治医生 都非常吃惊 大家都开玩笑说 A先生太强悍了 他的气势 连癌症细胞都害怕了 很多人把癌症 看成魔鬼 其实 他不过是寄居在 主人体内的寄生虫 别看他貌似凶巴巴的 其实也就是一个 不吸收主人营养 就不能生存的可怜虫 所以 不要对癌症细胞 万分畏惧 与其害怕 不如对他说 这个家伙 竟敢寄居在我的体内 到了我这儿 你的力气也就尽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容易长大 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顿岗力 以坚定态度和悠然心态 不急不躁地对付癌症 甚至可以跟癌症交个朋友 共享人生 这也是个阻止癌症进一步发展 有助于恢复的好方法 不过 即使运气不错 癌症被遏制 也不要掉以轻心 仍旧需要保持顿岗力 因为一般来说 癌症就算治好了 之后还有可能再次发作 因癌症复发导致死亡的病例 也不在少数 杜边淳一说 医学上有一种 五年生存率的说法 也就是说 一般人得了癌症 若能平安度过五年 癌症就不会复发了 但根据癌症的种类 及癌症患者自身情况等 这个时间也会略微不同 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患者会惶惶不可终日 每天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熬不过五年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就要注意了 此时的人不由自主 进入到了紧张的情绪中 这不但对病情没有帮助 还会加速复发 七分心理 三分病 再好的医疗手段 也比不了我们内心的治愈能力 能抵抗癌症的 不是只有医生 还有我们自己 上一节我们讲了 顿感力对癌症的影响 其实除此以外 渡边唇医还认为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力 是什么呢 是得寸进尺 一提到得寸进尺这个词 恐怕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有的朋友会说了 得寸进尺 不就是蹬鼻子上脸的意思吗 如果谁有这种毛病 我躲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要求我拥有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先听我讲一个 关于作者 渡边唇医的故事 渡边唇医刚刚转行成为作家时 内心一直很自卑 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够好 甚至担心自己 会在作家这条路上 走不长久 那时他正瞄准植木文学奖和 借川文学奖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斩获这两个大奖 让自己的作品更上一层楼 不过 对于当时还是新人作家的 渡边唇医来说 得到这两个大奖 谈何容易 我们在这里科普一下这两个文学奖 植木奖和借川奖 是日本最有名的两个文学奖 相当于中国的矛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借川文学奖要求作品是纯文学作品 植木奖要求作品是大众文学作品 纯文学和大众文学 一个相当于阳春白雪 一个相当于夏里巴人 当时的渡边唇医奔着这两个文学奖去 也就意味着他要高雅通俗两手抓 渡边唇医的压力可想而知 心情郁闷时 渡边唇医喜欢去西新宿的一家酒吧 酒吧不大 大约五六平的样子 老板是一个笑起来 声音像女高音的妈妈桑 每次作者感到自己不适合写作时 妈妈桑就会大手啪的一声 拍在她肩头上 大声说 不会的 你很有才华 妈妈桑这样一说 渡边唇医也认为 妈妈桑如此大声地说我有才华 一定错不了 在妈妈桑的鼓励下 渡边唇医没有半途而废 如果她中途退缩 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了 这也是渡边唇医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得寸进尺不是所谓的卑鄙无耻 而是一种让人朝着光明的未来 展翅高飞的原动力 换句话说 就是需要我们在听到表扬时 高兴一些 自信一些 相信对方的夸奖 并为了再次得到夸奖 而继续努力 渡边唇医认为 有才能的人周围 肯定会有时常表扬她的人 为了再次得到表扬 他们会更加努力 最后创造出了成绩 其实在培养顿感力时 我们也需要得寸进尺的精神 许多时候 一句鼓励的话 能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给她带来很大的前进动力 但前提是 需要一个给人称赞 鼓励 成为得寸进尺的领路人 渡边唇医认识一位当今话坛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画家 有一天 渡边唇医问她 你是怎么成为一名画家的 画家说 在她上小学时 有一天她在家 用心画完了一幅画 恰逢一位邻居家大婶 去她家玩 临走时看到了这幅画 便不由地赞美道 哎呀 你的画画得真漂亮啊 你大婶我吃了一惊啊 这让画家十分开心 她拼命画画 当大婶再来时 又表扬了她的话 说道 你的画比以前更精美了 这让画家更加开心 于是继续努力 期盼得到大婶的表扬 大婶的表扬 就像钟表的发条 督促画家不断作画 表扬和作画 两个和谐的齿轮 推动画家前进 等她明白了这件事时 她已经成为了知名的画家了 画家之所以成为画家 开端正是因为有大婶 这样一位领路人 这也启示我们 在生活中 多和积极 正面 懂得鼓励他人的人交往 尽量远离 动不动 就给人泼冷水的家伙 虽然中眼逆耳 但不断地打压 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 认为自己真的不行 丧失不断进取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 多表扬他人 你的一句鼓励 也许就会改变 一个人的一生 越小的孩子 可塑性就越强 所以宝妈宝爸们 要注意了 趁现在赶紧培养一下孩子 得寸进尺的才能 说不定在你的鼓励下 他就是下一个名画家 下一个渡边唇一 培养孩子得寸进尺的能力 需要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不浇灌 第二个是常表扬 赞美不代表家长不能批评孩子 如果孩子犯了错误 我们该批评还是要批评 不能因为要保持孩子积极性 就打不得骂不得 家长朋友要注意 赞美不等于浇灌 虽然对孩子不应浇生惯养 但发现了优点 也应该立刻加以表扬 比如某某小朋友 这个你做得真好呀 漂亮极了 这个地方特别不错 你好了不起 要好好加油吧 只要发现了长处 就要表扬孩子 孩子们非常单纯 他们会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 也是最容易获得得寸进尺能力的典型 利用孩子的这种习性 他们会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优秀 当你鼓励一个孩子 孩子高兴了 会变得愈发努力 由于努力 事情便会做得更加出色 因为表现出色 又会受到赞扬 孩子就愈发努力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孩子就会不断进步 一句话可以成就一个孩子 也可以摧毁一个孩子 不管多么优秀的孩子 倘若每天都生活在 你根本不行 你真是个傻瓜一类的批评之中 长此以往 也会真的变成一个 没用的傻瓜式的人了 孩子就像一个橡皮泥 你把它塑造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如果你不断夸奖一个孩子 你可爱极了 那么孩子真的会变得可爱起来 相反 如果你每天都对他说 你长得丑得要命 你一点也不可爱之类的 贬低之词 那么他就真的会成为 不可爱的孩子了 语言的力量 比我们想象的强大许多 不亚于医院的手术刀 或歹徒手中伤人的武器 一句话 既可以救活一个人 也可以杀死一个人 一个人能否成功 不只取决于天赋和努力 还在于能否把他的才能 发掘和引导出来多少 那些人们口中没有才能的人 不一定是真的笨 而是缺少一个伯乐 没有挖掘出他的潜力 那么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新认识 何谓得寸进尺 在适当的情况下 它并不是卑鄙无耻的事情 而是一种能让人朝着光明 展翅高飞的力量 上一节我们讲了 得寸进尺的能力 这一节我们要针对爱情谈一谈 尤其是男性的爱情 这个世界上最扎心的是 莫过与别人成双入对 自己形影单只 尤其是在情人节的时候 别人撒狗粮 而你只能吃狗粮 有些男孩子就想了 为什么小姐姐都是别人的 孤独总是自己的呢 渡边淳一说 这或许是因为 许多男人还不够了解 女人这种生物 男人和女人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 虽然我们语言相通 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 但其实男女就像 活在两个星球一样 他们并不了解对方 甚至有时越是试着了解 就越会感到迷茫 双方的分歧就越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 恐怕是很多人的感叹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 才能赢得小姐姐的放心呢 渡边淳一说 许多男性应该改一改 急性子的毛病 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场景 某男子发现了一个漂亮女子 会立刻产生兴趣 想要接近对方 于是要来了美女的微信 跟美女聊天 吃饭 但在仅仅见过几次面后 男子便着急地想跟美女 确立关系 甚至恨不得 马上拥有对方的身体 结果被美女当成了流氓 总之很多男性之所以 现在还在单身 也许是你 太着急了 渡边淳一说 女人本身就是一种 善于逃跑的动物 即便对男方抱有好感 也不可能见过一两次面 就以身相许 女性从认识到恋爱 往往需要不断确认 才能确立关系 见上几次面之后 探究男子的诚意 和真实情况 然后慢慢地对男方 进行试探和考验 看其是否值得 自己一身相许 于是 能不能抱得美人归的关键 就在于 你是否有耐心 等待心仪的女性 卸下心理的防备 顿感力 正是这种耐性的动力所在 很多男性 着急与对方确立关系 双方的关系稍有接近 就直接表白 结果可想而知 会被女性拒绝 这时大多数男性 就以为自己没戏了 垂头丧气 从而放弃追求 殊不知 这只是因为女性 还没有完全卸下防备 而拥有顿感力的男性 不会因为一次拒绝而放弃 这恰恰给了女性时间 恋爱成功的几率 就变得更大 也许有的小哥哥说了 被他拒绝一次 已经很惨了 难道还要冒着风险 继续追求吗 万一烦到他怎么办 其实 这种担心 是多余的 很多女性都曾说 就算多少有些不中意 但是在对方 不厌其烦的邀请 和竭尽全力的追求下 还是逐渐地被对方打开了心扉 或许还会开始喜欢 不管怎么说 女性都是喜欢被人追求的生物 当然 这一招并不是对所有女性通用 但即便她没有接受你 她也会对具有 弃而不舍精神的男性 抱有好感 从而长久地 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如果你正处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就避免不了约会 那么你需要 如何赢得小姐姐的芳心 让她放下心中戒备呢 约会少不了吃饭 这是你拉近和女士关系的好时机 在最初的几次吃饭过程中 男士们都可能比较拘束 其实不仅男士拘束 女性也很拘束 即使嘴上说我不饿 其实胃里还留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你能先做出表率 摆出一副大块朵仪的架势 对她说 这很好吃 那个味道也不错 女子也会放松下来 心想对方那么积极主动和投入 我怎么吃也就无所谓了 于是也会无拘无束地开始进餐 男士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的大块朵仪 不是要求你没有吃相 而是需要你真实地做自己 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即可 千万不要以挑剔食物而自得 这类男人一般都不招女性喜欢 在杜边淳一看来 要达到这个目的 男人首先需要拥有顿感的肠胃 无论端上来什么食物 都能毫不犹豫地大口吃下 这种旺盛的食欲 结实的肠胃 能体现男子汉气感 会让女性觉得佩服 进而产生信赖的感觉 如果你与对方的关系进一步 接近 差不多可以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家里 做客时 也不要掉以轻心 我先来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打算把女孩子 带到自己的住处 你会对你的房间进行整理吗 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是的 那么你打算整理到什么程度呢 差不多可以还是井井有条 一尘不染 在这里 渡边淳一建议是 适当整理即可 否则可能会让女孩子感到紧张 因为当你把房间收拾得 连一个头发丝都找不到时 女方会想 和这种把房子打扫得 一尘不染的人一起生活的话 我生活上的散漫 不就显得十分刺眼了吗 女性就会变得有些戒心 相反 房间里适当有些凌乱 在某种意义上 会使女方觉得轻松 甚至还会产生一种 类似母爱的情感 涌出 我是否该为她做些什么 一类的念头 当你成功追求到了对方后 并不意味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生活总是磕磕绊绊 而这种矛盾 会在某个时期爆发 那就是婚姻 渡边淳一在这里讲了一个 关于牙膏馆的故事 作者的一位已婚同事 和妻子吵架了 原因竟然是一个牙膏馆 同事是一个坐视一板一眼的人 哪怕是挤牙膏 也要把用过的牙膏馆 卷得整整齐齐 但是妻子则比较马虎 拿起牙膏馆随便一挤 就把牙膏丢到一边 每次同事都要帮妻子 整理这些小问题 终于有一天 同事忍不住了 对妻子说 你为什么不能把牙膏馆放好呢 妻子听了很不开心 于是也开始数落同事 两人就这样吵起来了 一管牙膏真的值得这样争吵吗 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夫妻都会选择相互容忍 但怨气堆积太多也会爆发 同事与妻子吵架 看似是因为一管牙膏 其实是多年的不满 没有表达 如果你有顿感力 这种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拥有顿感力的人 不会在意细枝末节 对于伴侣的唠叨 也只会一笑而过 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 使他既不会对生活琐事 感到不满 也不会因另一半的指责而愤怒 而没有顿感力的人 则会耿耿于怀 对鸡毛蒜皮也要斤斤计较 这一节我们虽然一直在谈论男性 不过渡边淳衣也给女性贴了个醒 因为她觉得 在婚姻中最缺乏顿感力的可能是女性 很多女性常常感叹 点点滴滴我都十分在意 真令人发愁 这些时候或许你就可以试一试顿感力了 结婚生活是一条漫长之路 事事计较 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那些能够白头到老的夫妻 并不一定是情笔金尖 也可能是更包容 更体谅 而在夫妻双方相互容忍 谅解的背后 是出色的顿感力 一直在支持和守护他们 上一节我们主要讲了 为什么很多男士现在依旧单身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来主要讲一讲女性 作为21世纪的女性 往往具有哪些优势呢 谈起女性 很多人想到的是柔弱 敏感 容易被伤害 要附属于男性 但是在人类社会初期 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高很多 女性因为能够孕育后代而被尊崇 男性反倒成了女性的附属品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女性的黄金时期 被称作母系社会 我们从一些早期的姓氏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姜性 姚性 姬性等等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人类进入到了父系社会 身强体壮的男性成了社会的主宰 女性渐渐成为了退居二线的角色 弱小的 没有攻击性的 温柔的 成了女性的标签 终于在某个时间节点上 女性们开始追求与男性同样的权利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当我们再次谈论女性时 都要在心中掂量一下 应该以怎样的词汇形容她们 那么女性到底具备怎样的能力 可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一度占据统治地位 又能在被压制了几千年后翻盘呢 渡边淳一认为 现在的女性体内孕育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力量 其实女性要比男性强大得多 其中一点就是力量 有的朋友可能要反驳了 什么力量 女性的力量怎么可能大过男性啊 我们这里要先区分两个词 一个是力量 一个是力气 力气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指谁的力气大 谁的力气小 像与力能扛顶 我们可以称之为力气大 小孩子手无腹肌之力 我们可称之为力气小 但是力量则不同 它不单单指力气 还包含一个人面对巨大痛苦时的忍耐力 承受力和爆发力 在渡边淳一看来 女性的力气也许不是最大的 但是力量却是男性不能与之匹敌的 这是因为女性肩负着一项 决定人类存亡的任务 分娩 分娩有多痛 有人说像断了二十根骨头 这种说法并不夸大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让男性体验一次生孩子的感觉 研究人员把分娩痛感分为一到十几 依次递增施加给男性 以坚强著称的男性 竟然没有一个人顶过第十几 有的甚至被疼哭 但是这种痛苦 却是每个要做妈妈的女性 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而且她们要在这种痛苦中 忍受更长的时间 如果女性没有强大的力量 无法承受这种痛苦 恐怕她们也很难孕育生命了吧 一个没有力量的族群 又怎能让社会一代代繁衍至今 看似柔弱的女性 实则孕育着巨大的力量 女性之所以能比男性强大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女性在人类发展中 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说到女性优势 你也许会说细心坚强善良 你知道吗 其实女性的优势 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里我讲一个 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 医学研究显示 一般人体的血液总量 为体重的十二分之一 若其中三分之一流失 人就将面临死亡 然而在杜鞭蠢经历的 这个故事里 事情并非如此 杜鞭蠢一当医生时 有一天送来了一位 35岁左右的休克妇女 脸色惨白 已经失去了意识 她一眼看出 这个妇女是由于 宫外孕破裂造成的 妇内出血 而且出血量相当之大 但更可怕的是 当时妇科医生出差在外 转院又很可能死亡 没办法 杜鞭蠢一只好被赶鸭子上架 杜鞭蠢一是整形外科的医生 对妇科手术完全是门外汗 但与其等待患者死亡 不如放手一搏 上了手术台 杜鞭蠢一发现 患者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糟糕 妇女腹腔中的血 根本不能用流出来来形容 简直就是喷了出来 杜鞭蠢一感到自己的凉腿在发抖 拼命地将血液从腹腔中咬出来 直到找到子宫 用针线将子宫破裂处缝合起来 尽管血止住了 但是患者脸色惨白 好像死了一样 杜鞭蠢一觉得患者怕是救不活了 回到医疗部 杜鞭蠢一筋疲力尽地横躺在沙发上 回想着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按照医学教科书上的说法 人体血液总量的三分之一 一旦流出 人就会死亡 女患者恐怕已经走进鬼门关了 就在杜鞭蠢一为此感到难过时 她接到一个医生的电话 女患者竟然有了生命迹象 脱离危险了 杜鞭蠢一感到不可思议 那个妇女至少失去了一半的血液 怎么能活过来 后来她咨询了妇科医生 妇科医生用一种淡淡的口吻解释道 女性不怕出血啊 教科书上确实写着 出血量达到血液总量三分之一的话 人就会死亡 不过在那种情况下 死亡的是男性 虽然女性外表柔弱 但是她们的体内蕴含着起死回生的优势 女性更善于使用顿感力 如果有人问 男人和女人谁更敏感 多数人都会回答 当然是女性了 但是正如力量不能简单理解为力气 敏感我们也不能随意定论 所谓敏感究竟指的是哪方面呢 要求不同 答案也会有所不同 若指限于精神方面的话 恐怕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女性 然而若是指生理方面 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 在渡边淳衣生活的地方 有这样一句话 一千金二公子 有些人认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为理想 但作者认为这种理解不对 这句谚语的本意是指 老大以好养活的女儿为家 老二是男养活的儿子理想 好养活我们可以理解为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较小 就像作者曾经的一位同事 在所有人都食物中毒时 同样吃了食物的同事竟然毫发胃损 虽然女性未必每一个都能做到百度不侵 但是在相同情况下 女性总是比男性要顽强许多 渡边淳衣从医多年发现 在日本 女孩从小时候起睡眠就好 经常呼呼大睡 周围即便有些吵闹 也不大会因此就行 而且闹肚子感冒之类的事 也较少发生 相比之下 男孩即使有点小声音 就会立即睁眼 哭哭啼啼不止 还有男孩经常容易感冒 拉肚子 据说男孩对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 因此较难抚养 日本有一段时期 男孩出生率很高 但是孩子成年后 男女比例竟然基本一致 可以想象 有多少男性在幼儿时期 就因为缺少顿感力而夭折 女性在使用顿感力方面 仿佛具备天生的优势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 希望自己能够独立 自主 而不是成为丈夫家庭的附庸 其实女性本身也并不是谁的附庸品 她们体内蕴含的巨大能量 也许连她们自己都没有完全清楚 而作为女性的你 就是尽可能地把她们挖掘出来 活出更好的自己 一提到极度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女性 没办法 历史上出了名喜欢极度的人 基本是女性 比如晋朝出了名的丑皇后 贾南风 唐玄宗时期重臣 房玄龄的妻子卢氏 把老公的小老婆 做成人质的女后 再加上这几年宫斗剧盛行 全是几个女的 如何争风吃醋的故事 也难怪大家会把极度 和女性联系在一起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男性难道不会极度吗 其实男女都会极度 只不过极度的方面不同 女性的极度往往在男女关系上 而男性的极度 一般在社会地位和工作上 平时男性给我们一种 胸怀宽广的印象 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工作和社会地位 男性的极度却出人意料地强 其阴险程度并不亚于功斗剧 杜边淳一举了一个例子 小A和小B同时进了一家公司 开始时他们关系很好 但是小A总是被领导重视 升职加薪 而小B呢总是落后一步 慢慢的小B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开始嫉妒小A 到处散布对小A不利的谣言 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和对方相谈甚欢 这种例子在职场屡见不鲜 可见男性不是不会极度 只是没有遇到 令他们感到极度的事情 其实不仅现代社会 古代也有很多男性会极度别人 比如把孙婢膝盖骨挖出来的旁娟 逼着弟弟欺步成师的曹丕 还有《三国演义》里 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 无论男女 极度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在圣经中 人们把极度叫做一种凶眼 在占星术士眼中 极度则是一颗灾星 这就是说 极度能把凶险和灾难 投射到他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 很多人因为别人的极度而受伤 甚至在心理上遭受巨大的打击 那么极度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极度的可怕之处在于 我们很难与那些不公平的刁难抗争 在得知自己被极度中伤后 会疯狂地想要知道是谁在极度自己 甚至会怨恨对方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的方式是无视对方的存在 甚至要感谢对方 极度自己 为什么要感谢对方呢 在杜边淳一看来 一般极度重伤别人的人 其自身的境遇多数不辱对方 比如公司里 极度别人生殖加薪的人 往往都业绩平平 生活中 极度别人幸福的人 往往都命运坎坷 也就是说 越喜欢极度别人的人 往往自身的状态越不好 而遭人极度者 则多为优秀之人 当你遇到极度自己 陷害自己的人 不要生气 你可以跟他心平气和地说 对不起 因为我太能干了 才让你烦躁不安 我十分理解你极度的心情 我知道你活得很辛苦 适可而止吧 或者跟他道个谢 谢谢你总是这么极度我 托你的福 我会更加努力的 今后还请继续极度吧 估计极度你的人 胡子都会气歪了 越优秀 越会被人极度 当你想到极度你的人 是因为过得比你惨 才会这样做 你还会生他的气吗 要想利用极度 把自己变得更好 依旧要用到顿感力 渡边淳一家附近 有一位十分爱美的老太太 年纪大概八十出头 平时总是精神抖擞 渡边淳一外出时 常会看见她 有一年春天 作者刚出家门 老太太恰巧也从家中出来 老太太看到渡边淳一 突然自信满满地 指了指身上穿的裙子 问道 这个怎么样 老太太穿了一件 粉底散花的连衣裙 肩上披着一条浅色的披肩 虽然老太太容光焕发 但是那连衣裙实在太艳了 但作者还是违心地说 非常漂亮啊 您穿起来真合身 老太太听完非常开心 后来老太太又穿了一件 更艳丽的连衣裙 问作者 作者依旧有礼貌地回答 你穿上去很漂亮 不过比起渡边淳衣的礼貌 还有很多人是带着讽刺 回复老太太的 后来老太太还问了很多人 大家的回答基本一致说 您穿起来真合身 但是这种回答里 总是隐约带着讽刺 但是老太太总是玩耳一笑 一脸满足的表情 真的认为大家在夸赞她 有一次渡边淳衣看到老太太的背影 感到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种自信那种满足是很多年轻人都不具备的 老太太之所以可以活得如此自信快乐 就在于她让自己听不出大家话语里的隐含含义 对语言的重伤反应迟钝 但正是如此 她才会在作者眼中显得光芒万丈 你也需要一点这样的顿感力 很多嫉妒你的人会用言语重伤你 因为他们见不得你过得比她好 所以希望凭语言的压力打败你 如果你太过敏感 对别人的话耿耿于怀 你可能就真的中了那些心怀鬼胎之人的招了 但如果你拥有顿感力就不同了 那些伎俩对你而言根本不管用 对很多人而言 不介意他人的讽刺 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的信条行事 是极其困难的事 所谓三人成虎 言语的攻击性不亚于刀枪剑技 每当遇到语言的攻击 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往后退一步 再次遇到攻击就再退一步 等到本人察觉的时候 可能已经退了百步之遥了 此时倒不如迟钝一点 别在意那些流言蜚语 一旦下了决心 就无视周围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 毅然决然地前行 我希望有一天 当我们回顾某件未完成的事情 不是因为败于别人的眼光 而是我们自愿放弃 如果此刻你决定做出某件事 就摆出一副 其他人与我无关的架势吧 大得方方的勇往直前 向你的目标前进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 除非你自己 上一节讲了如何对抗极度 极度是一件挺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要怎么样做事 才更容易受欢迎呢 其实仔细想想 每个人都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糟心事 只不过有的人斤斤计较 有的人熟视无睹 有的人一笑而过 有的人难过沮丧 面对这些糟心事 虽然大家的态度不同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 就是只有怀着一个宽容的心态 开朗大度地生活下去 才能获得大家的欢迎 渡边纯一认识一位叫K的男编辑 有一段时间 K和一位中年女编辑的办公位置 挨在一起 那个女编辑微微有些发福 总喜欢穿戴一些 与其年龄不符的 极其浮夸的服装 而且凡事还喜欢插上一嘴 这让K编辑很不喜欢 但是更让她头疼的是 这位女编辑打电话时 总是喋喋不休 而且声音非常大 每天K编辑都饱受 这位女同事的精神摧残 忍受着她夸张的打扮 和喋喋不休的声音 直到差点神经衰弱 不得不跟领导提出 调换办公位置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K编辑这样 运气这么好 还有很多人因为计较 而遭到责骂 我的一位朋友 因为某件小事 和坐在旁边的同事 闹了矛盾 跟领导提出 想要调换公位 但是遭到了上司的斥责 就你特殊 这样斤斤计较 怎么工作 结果这事还传到 同事耳朵里 两人更加不愉快 这时不如让自己 对周遭环境的感知 顿一点 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而且对公司来说 这种心胸宽广的人 都是公司宝贵的人才 因为心胸宽广 更容易与周围人 打成一片 今后极有可能 担任公司的要职 我们要尽力 对他人怀有宽容之心 但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 别成为遭到 别人讨厌的人 渡边淳衣总结了 大部分人 都厌恶的一些毛病 供你参考 首先是由女性指出的 男性的一些毛病 如身体散发异味 不时抖动双腿 用止度 沾着唾沫 翻看文件 吃饭时 咀嚼声音很响 对年轻女性 举止轻薄 等等 男性对女性 比较反感的地方 往往是香水刺鼻 说话装腔 做事之类的毛病 还有一些 男女公认的问题 比如公共场合 大声喧哗 语言粗俗等等 不过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在这些毛病中 有些可以注意 比如 文明用语 吃饭声音很响 香水刺鼻等等 但有一些 却是没办法回避的 例如浑身异味 有的人并不是不知道 自己这样不好 但是由于体质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消除气味 还有在翻文件的时候 用手指沾唾沫 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上了年纪 手和止度的脂肪线 已经干涸 为了补救这种缺陷 才会用止度 沾了唾沫翻页 对于这些 无法逆转的毛病 我们除了宽容 再无其他 更好的办法 如果你斤斤计较 很有可能会让 两个人的关系恶化 而且会打乱你 正常的工作生活 另外 每个人的好物 皆有不同 除了大家公认的那些 缺乏基本礼貌的毛病外 很多被人嫌弃的行为 也许不是行为 发出者的问题 而是那个厌恶他的人 比如 有的人很反感红色 每次看到穿红色衣服的人 心里都会很不开心 难道穿红色衣服 也成为一种毛病了吗 再比如 有的人吃芒果过敏 难道他就要求 所有卖芒果的店铺关门吗 对于这些出自个人特点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苛责别人 而是要尽量改善自己 比如 你实在不能吃芒果 可以选择不吃 但是不能因此排斥 在你旁边吃芒果的人 人们的好物 以及忍受范围各不相近 可谓是千差万别 恐怕圣人在世 也有人能挑出他的几处毛病 这也启示我们 只要保证大众公认的毛病 不会犯就可以了 其他一些因人而异的问题 我们不必接缓 同时 要对别人怀有一颗宽容之心 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 生存下去 想要让自己更受欢迎 就需要一些顿感力了 刚刚我们讲过 每个人的好物都不一样 也许 你也有独特的 让你感到厌烦的事情 恰巧 因为某些原因 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些 让你感到讨厌的事 忍耐让你感到难过 不忍似乎又不现实 或许 你还会想 大家都是有个性的人 为什么偏偏要你 去忍耐他呢 与其这样反复纠结 不如寻求顿感力的帮助 一指书来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六尺像的故事 大家也许听过 清代大学士张英 一天收到一封家信 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 与邻居发生纠纷 还把这事闹到了公堂上 于是张英回了一封信 这封信中就有我们开头的那句诗 一指书来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家人听了张英的劝说 退了三尺地 邻居得知便也退了三尺 有时候稍微大度一点 或许事情就能峰回路转 要大度少不了顿感力的帮忙 打个比方 小A是个十分敏感的人 别人看一句玩笑 他都能琢磨半天 以为别人对他有意见 有一次 小A穿了一件新衣服 朋友看见了就说 小A 这件衣服挺有个性的嘛 小A认为 朋友是在讽刺他 郁闷了好几天 而这件新衣服 也被他搁置在了箱底 为此小A耿耿于怀 跟这位朋友的关系 也是若即若离 原本一对好友 就这样出现了隔阂 其实 如果小A 有一点顿感力的话 他完全不会被 这件事所困扰 即使朋友有意讽刺 但他听不出来 也就不会为此而忧虑 况且 对方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这样斤斤计较 不但自己难受 还失去一位朋友 有必无力 如果长期发展下去 小A的人际圈 将越来越窄 不要说受人欢迎 恐怕知心的朋友 也会渐渐离他而去 受人欢迎的人 不一定是完美的人 但一定是宽容的人 他们懂得在适当的时候 糊涂一点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要让自己陷入牛角尖 这样大家才能 友好相处 这不是软弱 也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 生活 智慧 一提到北上广 生活过的人 估计都是一把心酸泪 如何能在这些 不相信眼泪的城市 生活下去 是每一个奋斗中的青年 要思考的问题 在渡边淳一生活的日本 也有着和北上广 一样性质的城市 日本的青年们 也和中国青年一样 努力地在斗争激烈的 大都市站稳脚跟 渡边淳一 每天都能看到 听到 无数的大都市生存记 她自己也有过在 日本首都东京 生存的经历 对于如何在 大都市生存下去 她可以说是 十分有见解了 渡边淳一的生存法则 对于正在北上广 漂泊和打算奔向 这些城市的青年 都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在渡边淳一看来 当下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 无论到哪个国家 无论处于 怎样的环境之中 能否精神饱满地 生活下去 是证明这个人 是否能在 大都市生活的标准 要想生存 最重要的就是具备 适应能力 而这种适应环境 能力的原点 就是顿感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在适应力 这个问题上 要牵扯到顿感力 我们分两个方面 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身体方面 离开熟悉的家乡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首先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恐怕就是身体了 很多人来到一个新环境 都容易出现 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让想要一展拳脚的朋友们 感到痛苦不已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身体出现了危险信号 岂不是出师未竭 身先死呢 实习的时候 我的一位朋友选择到北京 原本他信心满满 打算努力奋斗一番 但是到北京的第一天 我就收到了他的信息 原来刚到北京 他就开始闹肚子 整整一天 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躺在床上 更悲催的是 这种情况竟然持续了一周 无奈 朋友只好跟实习公司解释 一周后报道 还好公司通勤打理 没有给朋友太多压力 但是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公司的HR 一个实习生 一天班还没有上 却病倒了一周 拥有这样体质的员工 恐怕也不是你想要的吧 而拥有顿感力的人 在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会强很多 因为他们的身体 对外界环境不敏感 不容易分辨出 旧环境和新环境之间的差别 这反倒帮助他们 你在旧环境的状态 适应新环境 即使独在异乡 也不会有不适应的情况 有的朋友会有 任床的习惯 换了一个新环境 头几天会异常痛苦 翻来覆去 无法入眠 只能慢慢等待自己的身体 适应了新的睡眠环境 才可以 但是有的朋友 则沾枕头就睡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可以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小A和小B是某公司的两个员工 小A拥有顿感力 适应能力很强 来到新环境和在家一样 睡眠质量更是没得说 沾枕头就能睡 而小B则比较惨了 她的身体太敏感 到了新环境 总是能发现 和之前旧环境的不同之处 哎 床太硬了 我睡不着 空调声音太大了 真是吵死了 就这样 小B在抱怨中 熬过每一个夜晚 根本无法入睡 两个人不同的适应能力 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小A精神饱满 办事效率也高 看起来也精神 而小B晚上睡不着 早上又起不来 浑浑噩噩地到了公司 根本没经历工作 每天顶着两个黑眼圈的样子 给大家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除了身体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方面了 我们观察小孩子 发现这些小朋友组成的群体里 会有两种现象 一种是孩子亡 跟谁关系都好 有很多小朋友围着他转 另一种是孤独者 不喜欢跟小朋友交流 总是躲在墙角 默默无语 但是第二种小朋友 如果你与他们接触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他们并不是真的孤僻 他们会跟几个固定的小朋友交流 其实这些孤独者 很多并不是不喜欢跟人交往 而是害怕与人交往 或者说 他们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 这种情况伴随着小朋友成长 很多一直延续到成年 这导致有一些成年人 在进入心集体时 总是费了很大劲 才勉强跟大家的关系 融入一点点 而有的人则不同 他们到哪里都能迅速 与周围人打成一片 即使到了新环境 也不会有不适应的状况 即使偶尔出现 他的新朋友们 也会帮助和消解他的不适应 俗话说 多个朋友多条路 适应能力强的人 总是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组成自己的生活圈 根本不必在意 自己是在老家 还是被上广 对他们来说 无论从身体上 还是精神上 他们都是强大而丰富的 刚刚说了这么多 适应能力到底是什么呢 杜边淳一认为 适应能力 也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 能够针对外界的各种变化 及时调整身体状态 很快适应新环境 从广义上讲 这种适应能力 不仅包括适应自然环境 比如外界的气温 与气压的变化 还包括能够轻而易举地 适应人际关系 社会状况的能力 是否能很快融入到新集体 我们举个例子 你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 生活了十几年 有一天你到了别的城市 你是否能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 饮食生活习惯 你能否与周围的人打交道 快速融入新圈子 这些都决定了 你的适应能力的强弱 是否能够很快地生活下去 简单点说 你适应能力的强弱 决定了你能不能在北上广 没有阻碍地生活下去 这里的没有阻碍 不是指你月入过万 而是你的身体是不是可以不出问题 不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 你的精神是否足够充沛 可以快速交到新朋友 融入新圈子 杜边淳一说 在如今这个国际化的时代里 无论到哪个国家 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 都能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 没有什么比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 更为出色 更为强大的了 可以说 拥有适应能力 也就拥有了能够好好生活的能力 既然适应能力如此重要 我们要如何拥有它呢 这种适应环境能力的原点 就是顿感力 如果你想要大展宏图 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 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你首先应该确认一下 自己的顿感力 如果你拥有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利用顿感力 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觉得你缺少顿感力 就要加紧培养了 拥有更加坚强的顿感力 才能融入各种环境当中 身体的顿感力因人而异 渡边淳衣给我们的建议是 通过各种方法 增强自己的基本体力 不过 有些问题是不可能 轻易就能改善的 比如鼻后粘膜 因为它的特性 以及每个人体质不同 导致它的问题 是很难逆转的 比如 有的人天生体质敏感 呼吸到空气中的细小粉尘 就会打喷嚏 这不是它锻炼一下身体 就可以改变的 因此 我们要认识到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式各样的体质 千差万别的顿感力 我们判定自己顿感力的标准 也要因人而异 在精神方面 顿感力与我们的性格 沟通技巧 言谈举止有关 需要我们在生活中 不断磨练 打开心扉 多学习 多交流 相比于身体上 某些问题不可逆转 精神上的顿感力 我们更容易获取 听到这一节 想必你对顿感力 应该已经有了不少了解 看起来 能拥有顿感力的人 应该会觉得 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那么我就想 请你来猜一猜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才是顿感力的极大成者呢 是马云这样的富豪吗 还是乔布斯这种 改变行业的创造者 亦或是连年考第一的超级学霸 在杜边淳一看来 这些都不是 其实真正的高手 就在你身边 他就是你的母亲 这是为什么呢 母亲在分娩时 要经历巨大的疼痛 生出的孩子 无论倒了什么乱 都让母亲觉得可爱 亦可原谅 这种可以原谅一切的情感 正是产生顿感力的原点 杜边淳一接触到一些女性 她们在成为母亲后 和之前的行为 判若两人 就难喂饭这件事来说 很多孩子断奶后 需要母亲 仍要寸步不离地 喂孩子吃饭 可孩子却未必听话 不是闭着嘴不吃东西 就是把饭 撒得到处都是 即使母亲 把精心准备的松软米饭 容易消化的鱼肉 或蛋黄等 喂到孩子嘴边 孩子也不会 老老实实吃到嘴里 有时候 刚以为小孩子 把饭吃进去了 松一口气 结果小孩 随后又把饭菜吐出来 要不然 就是把饭菜 撒得到处都是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估计没有人会不抓狂 但是 即使孩子 再难以管教 作为母亲 还是会耐心 并谨慎地 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 不是给孩子 换脏了的围嘴 就是把撒在周围的 米饭捡起来 有时甚至将饭 放进自己嘴里 说实话 这种事情 普通人是很难做到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 普通人指的是 母亲以外的人 也就是和孩子 没有关系的人 比如说 此刻没有经历过 养育孩子的你 想象一下孩子吃饭时的 又脏又乱 不堪入目的情景 恐怕你也接受不了 但母亲 却可以一无反顾 这种行为 除了因爱而生的 顿感力以外 恐怕没有其他的解释 我们可以设置几个场景 来看看为什么母亲 才是顿感力的极大成者 第一个场景 喂奶 小孩子刚生下来时脆弱无助 需要妈妈亲自给婴儿喂奶 这是作为母亲 最先要做的一件事 妈妈给孩子喂奶的场景 是最能体现母爱的经典画面 很多西方画家 都喜欢用这一场景 来作为母爱的主题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作为一个女性 喂奶的过程十分劳累 每晚都要起夜 哺乳多次 而且喂奶的过程 也会让母亲感觉到疼痛 因为婴儿会无意识地 咬破母亲的皮肤 还有胀奶等并发症的煎熬 然而做母亲的根本无暇顾忌 因为对于母亲来说 喂奶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疼爱 也许没有当过母亲的人 会感觉羞涩或难为情 但是在这种时刻 母亲只会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欣喜 母亲的这种行为 正是一种顿感力的表现 换而言之 没有顿感力的话 母亲是绝对做不到这些的 第二个场景 哭闹 小孩子最少不了的 就是哭闹了 在哺乳期间 毫不客气地说 母亲时时刻刻 都在受到孩子哭闹的困扰 即使是夜晚 也不会消停 小孩困时会哭 饿时会哭 热的时候还是哭 一些母亲甚至为此 患上了育儿期 神经衰弱症 尽管母亲也有精疲力竭 应付不了的时候 对哭闹的孩子 有时也会生气 甚至还会频频发火 但是绝大多数母亲 对孩子的哭声 并不怎么介意 相反 在大部分时候 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声 会很牵挂 因为那不是单纯的哭声 而是孩子对自己呼唤 因为孩子需要他 才会对他哭泣 也许你会不理解 这样吵闹的哭声 怎么会不会感到厌弃呢 这恰恰解释了 母亲具备了强大的顿感力 母亲能够逐渐习惯 孩子哭声的过程和状态 所以对多数人来说 难以忍受的哭闹声 在母亲听来 是一种被需要的召唤 顿感力是上天 单独赋予母亲的能力 即便是孩子的父亲 也未必充分具备 这种顿感力 很多母亲能够平静地 接受小孩的哭闹 但父亲却很难 因此才会有很多 不愿意和妻子 一起照顾孩子的父亲 第三个场景 换尿布 说起换尿布 很多人都要皱眉头了 一想起脏兮兮的尿布 和难闻的味道 很多人都避之不及 但这是母亲 每天都要重复多变的事情 而且母亲还要通过 判断孩子排泄物的形状 颜色等等 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 是否良好 即使再喜欢孩子的女性 恐怕也做不到像母亲一样 接触别人家孩子的大变 能让母亲不具污浊的基础和动力 便是他们所具备的母性顿感力 正是这种力量 使女性分娩后 觉得孩子的无比可爱 并心甘情愿地 付出自己的一切 照顾婴儿时期的孩子 仅仅是母亲为孩子做的 所有事情的冰山一角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 显现出来的任性 自大和叛逆 都需要不断忍受和承担 在母亲心里 再解傲不逊的孩子 都可以得到她的原谅和宽容 这也是为什么 在所有的社会角色当中 母亲总是最为坚强 伟大 在渡边淳一看来 犯罪者也是可以得到心灵救赎的 这时愿意为那些四面楚歌的犯罪者 伸出援助之手 使其心灵上得到救赎的 就是犯罪者的母亲 而且渡边淳一不认为 母亲依然爱犯错的孩子 是一种错误 当母亲和不胆怯地握住 罪犯的手 和其一起哭泣安慰时 大多数人不应该批评 母亲的这种行为 这种静静地守护 任谁都不能对其 进行责骂和非难 母亲经历生死 将孩子生了下来 母亲与子女之间 产生了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 这种不抛弃 不放弃的顿感亲密关系 也可以将误入歧途的孩子感化 使他重新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为过往的错误赎罪 通过顿感力 渡边淳一想要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 世界上不仅仅存在 敏锐聪慧这种才能 适当地糊涂一点 保持一种顿感 才是人们生活中 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 而且只有具备顿感力 我们敏锐的才能才可以真正发挥 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好 那好了 亲爱的你 顿感力到这里 就全部为你播讲完毕了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早点休息 晚安 晚上 我请大家花轱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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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弹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